第九百九十一集 叶凡心中一动 他身上有一件古物正好可以用此来修复 虽然不一定能复原 但是一定会有无穷妙用 这一意 王家在神城的根基不复存在 所有人都全灭 没有一个人逃出来 死得憋屈 消息第一时间传遍东荒 浩瀚大地震动 所有人都心惊 圣体刚一出来 就惹出这样的惊天波澜 二斤他还在先抬一层天 就赶拔不朽圣帝级别的大势力的基业了 将来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王腾德西这一切肯定会杀来 与圣体决一死战 人们相信 古黄山大战开启前 北地与圣体多半会先战一场 姬家 虚空大地亲手建成的古殿中 无尽星辰闪烁 这是一片永恒的虚空 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匆匆一撇 万古流失 星域流转 宇宙出演 无比的神秘 这是一座充满混沌迷雾的古殿 身在当中 不知今夕是何年 匪击族鬼客不能入内 数年也不见得能有外人进入一次 这里拥有正道虚空的秘密 有一缕大地危压在流动 相传 虚空大地自不死山 京师大战回来后 晚年就是在这座古殿中作画的 一旦人足大地呀 究竟是遭遇了怎样的大战 回来后就要闭关 遇到了什么 是战死 还是寿远已尽 这是所有进入虚空古殿人的疑问 同时也会生出无险敬仰 当年若无虚空大地抱着避死之心 只身杀入不死山深处 大地上的人足不知能赐下多少 虚空古殿内无尽星辰闪烁 如在面对万古星空一样 鸡族大地正是在此将自己葬进了无垠的未知虚空中 绝迹人世间 如果想找到虚空大地的古文 必须从此地进入 才有可能寻到一丝线索 不然永远没有机会 王腾问道 虚空大地真的死了吗 他有幸进入虚空古殿 与他的玄祖以及父亲等作为贵客 在此饮茶 太古时期的古皇 人足的无上大地 总精彩绝眼 唯利逆天 也终究递不住岁月 都有作画的一天 鸡族的一个活化石探道 忽然 一只火轰的小鸟飞了进来 如传说中的朱雀一样 闭逆在场所有人 根本无惧任何一位圣主级任务 他的眉心射出一道神念 传入鸡家一位活化石的心中 让他神色变换 久久未雨 王家的人明显感觉到了异常 王腾的父亲问道 发生了什么呀 北狱发生了一些事情 鸡族的活化石说道 时间不长 虚空古殿外 一块玉壁飞了进来 映照出一片场景 神城发生的一切 如实映现而出 啪的一声 王腾捏碎了手中的茶碗 腾得站了起来 他怒发冲冠 忍无可忍 十方被圣体连根拔起 振动东方 是王家的一大耻辱 我必战圣体 即我王家英灵 北帝发出重视 而今他在鸡族做客 一夜凡此举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再加上以往的仇恨 一场死战不可避免 王腾 我在北狱等你 洗净你的头颅 我来斩下 这一日 一夜凡在神城 发出同样的声音 全程震动 这句话快速传了出去 整片东荒都一片沸腾 一个号称古地转世 不弱于年少时的大地 另一个为圣体 打成之后 可与大地争雄 这是在提前预演吗 这两人的战斗 必然会引发全东荒主目 甚至武大狱的目光 都要聚焦过来 这是关乎未来的一战 所有人都在期待 一夜凡已经在神城放话 等北帝来一战 依照北帝的性情 肯定会横渡而来 鸡家 虚空古殿 上方无比的深邃 一个个星辰闪束 像是连向宇宙深处 此时 突然发出一声轻响 一块巴掌大的允星 坠落了下来 这是什么呀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稳重的活化石都撞翻了桌椅 迫不及待冲了过去 他们都感受到了一缕地围 先祖留下的秘宝吗 几家几位元老全部颤抖 他们感受到了与虚空古镜相近的气息 有一种恐怖神能在流动 很是吓人 他们几乎要软倒在地 一声金属颤音发出 那枚蓝色的星辰碎片 坠入王腾手中 闪动妖异的光芒 有一种莫名的倒运 在这一刻 秘族的人全都变色 这是为何呢 秘家的传承 怎么选择落入一个外人的手中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他们并不担心 在这虚空古殿中 没有人可以乱来 纵然号称古地转世的王腾也不行 只能交出来 一缕血迹 这如 众人大吃一惊 在巴掌大的蓝色星辰碎片枝上 有一道鲜血 像是刚流淌出来一样 无比的欺验 怎么会有血迹 好像刚建路上一样 几位绝顶人物都心惊 这种血液给他们的感觉太熟悉了 与虚空古镜的气息一样 且一种神能在流动 让人忍不住要跪拜下去 正是源自鲜艳的血液 普通一声 后方一味大能以神念探查 竟被压制的栽倒在地上 承受不住那种 如渊海一样的围压 这难道 是我族先祖的一缕血液 鸡家的人颤抖 连活化石都忍不住哆嗦了 无比的激动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明这块蓝色的星辰碎片 怎么会从无银虚空中坠落下来 且有一缕虚空大地的血液 仙族将自己葬进了无尽虚空间 没有人知晓他的股坟在何方 而今怎么会有一枚星辰碎片 沾染他的鲜血 鸡家一位活化石伸手 想从北地手中接过来 却发现难以撼动 且他被镇飞出去数十丈远 撞碎许多玉石捉椅 大胆敢在我鸡家放肆 一位元老沉下脸 就要对王腾动手 各位息怒 并非我儿无理 你们看是蓝色星辰碎片的力量 我儿处在无意识的状态 王腾的父亲赶紧上前 同时 王家的一位老祖也站了出来 凭腾儿的力量 却可辟逆天下了 但是却不可能这样震退一位活化石 这时 虚空古殿中的人都吃了一惊 王腾一动不动 蓝色的星辰碎片流淌出一个又一个符文 在其双眼中浮现 无尽的虚空 划空而过的流星 在其眼中幻灭 有各种字符闪烁 非常的诡异 那时 道痕在沉浮 鸡族的人冷横 这枚沾染有虚空大地血液的星辰碎片 理应为他们所有 而今 却被一个外人得到了 王家一位大能的冷汉流了下来 除非元老息怒 这是属于鸡家的东西 我们自不会带走 王腾的父亲却笑了起来 这样足以证明 我儿与鸡族有缘 连虚空大地都显灵了 我看这桩婚事 当属天成啊 一会儿 让腾儿一字不漏地 送出所得到的传承 王家的玄祖说道 鸡族的神色变换不断 尤其是几位元老 全都若有所思 虚空大地的秘宝充现 会是怎样的一种传承呢 我儿与鸡族的神色变换不断 我儿与鸡族的神色变换不断